马太福音五章五六节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温柔原文是温和谦卑细心的意思 主耶稣是王 他可以大张旗鼓 威风凌凌的进耶路撒冷 但他有那权利宁可放弃 甘愿骑着驴居进城 这就是温柔 承受是继承获得拥有的意思 地土是土地地区国家的意思 而承受是未来世 表明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节是指的当主再来的时候 主的国度要完完全全的实现 而承受地土是指温柔的人 那时要继承神所赐的产业 与主一同执掌王权 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 义是公义合乎神的旨意 标准的意思 在四福音里面的意思是行而移之 就是宣告无罪 已经得救的人 他们重生后应该渴望 行为是合一的 合乎神的旨意的 就如同饥饿的人 可慕食物一样 这样的人 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寇门必得开门 而这两者都是现在分词 表明是持续不断的饥渴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这里特别是指的内在的满足 所以这一节指出一个持续不断 可慕追求神的意 神的旨意 竭力遵行神的话的人 是有福的 他们的心灵必得满足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主要我们对他的话 他的旨意饥渴 而不是对名利权位饥渴 世界上一切的事物 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 唯有主 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 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而言 这是一个需要经常提醒自己的真理 甚至对一个已经全职 侍奉的传道人而言 他仍然可能会在宗教世界的理念 去寻找除了主以外的满足 例如名声掌声 求主帮助我们 饥渴的要主 可慕的要遵行主的话